拍电影带护身符也没用 剧组疑似出现神秘的红衣女鬼 红衣小女孩 是根据台湾真实的世界改编而来 演员在拍摄剧情的时候 尽量还原了当时的恶鬼内容 传闻在片中还曾经出现过离奇事件 很多人都表示看见了那个奇怪的红衣女孩景象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部剧的尺度实在太大 甚至吓坏了不少的青少年 而在各地惨遭近波 传闻演员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为了能够防止外面恶灵对自己的迫害 法师还会专门在拍摄场地前面拜一拜 然后给每一个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发上护身符 这些护身符在拍摄的现场 必须戴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回家以后也不能够谈起任何鬼神有关的事情 生怕会遭到鬼神的报复 这件事情要追溯于上个时纪的1998年 在这一年的三月 有一个大家族来到了台湾大坑的分洞时附近踏青玩耍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竟然会是他们最后一次集体出游 在这次踏青的过程中 家族中的一位成员用DVD将此次 踏青之旅的全部行程都拍摄记录了下来 可是在回到家中没有多久以后 一位家庭成员就莫名其妙地去世 就连医生也无法查出任何的死因 为了能够记录这位家庭成员 其他的人拿出内的DVD想要刻一个纪念光盘 可惊讶地从里面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红衣小女孩 所有人回忆起这个女孩的样子都表示 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 就连本地的村民也都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事 竟然一时之间变成了一个灵异事件 在这之后就有附近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 而演员在还原所有片段的时候说台词都需要非常大声 生怕会因为过于入戏 而真的被鬼怪带走 很多网友都认为有些事情命可兴棄有不可兴其无 尤其是鬼怪这种事情 谁也不能说得明白 有的时候过于相信或者是偏向某一方才是真正的愚昧 也有网友认为这不过都是后人以恶传我 编撰出来的谣言而已 如果真的有这个神秘的小女孩导致了人的死亡 想必警察早就已经介入了 而很多人在剧组看见的没准是别人的恶作剧 毕竟剧组很多道具和戏服 又或者是哪个演员让他们造成了误解 大家认为红衣小女孩故事真的存在吗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